歡迎來到新台灣星光大道 我是齊凱 張齊凱 宋楚瑜的民調又往上跑了 本來最高的是TBS 13% 昨天年代做的已經到了15.4 他等於是馬英九跟蔡英文的一半 是不是他可能參選 李敖 昨天在中式錄影的時候 李敖提出一個建議 他說如果馬英九的民調往下掉 蔡英文贏過他 那宋楚瑜就應該參選了 可是跟宋楚瑜關係非常密切的立委 張寫亞洲來講 他說宋楚瑜不會隨便參選 所以最後的決定 會讓民進黨跌破眼鏡 因為宋楚瑜最重要的關鍵是什麼 一定不會讓蔡英文當選 要不要兩岸可能會倒退 經濟會倒退 到底李敖講的有道理 還是張顯料有道理 我們等一下共同來討論 另外蔡英文是也碰到一個危機 最近獨派說要上街頭去遊行 蔡英文本來應該去的 可是因為他最近要去美國 他竟然在考慮說是不是要缺席 如果兩岸政策講不清楚 要不要台灣獨立講不清楚 要不要特色阿扁講不清楚 蔡英文民調會起來嗎 我們先共同來討論 我們先來介紹今天五位貴賓 第一位是資深媒體人 一直牽進宋楚瑜要參選 來 揮文 大家好 第二位是資深媒體人鄭平 大家午安 還有姚立民 姚老師 大家好 還有非常資深媒體人 現在是台北市議員 洪威你好 大家午安 還有李建南 李老大 我們先來看 已經有五個媒體做過 宋楚瑜參選的民調了 本來最高的是7月21號TVBS 馬英938 蔡英文36 宋楚瑜有13 到了上禮拜 萬萬中時民調做的 33.6是馬英9 蔡英文28.6 那時候宋楚瑜是10.3 可是連帶昨天公佈最新的 馬英929.3 蔡英文27.7 最關鍵的是這個地方 宋楚瑜來到15.4的新高 而且大概就是馬英9的一半了 問一下欠進的揮文 宋楚瑜差不多可以選了 那當然 不過齊凱雄 包括黃岳水老師在內 黃岳水老師比宋楚瑜更早 對 所以我都鼓勵 就除了國民黨民進黨 這兩大黨的總統會選戰 我都鼓勵有第三個 甚至第四個第五個出來選 我個人支持其實不重要 但是我希望讓選民 有更多樣的選擇 如同剛剛齊凱雄提到這個民調 已經到了15% 那距離這個20% 只剩不到5%的這個距離 因為20%其實是 我們在討論這個議題面 突然拋出來一個話題說 是李勝峰講的 李勝峰說這個 如果宋楚瑜到20%的話 就應該慎重的考慮要參選 那如果拿20%當個門檻的話 我認為如果宋楚瑜主席 正式的宣布 然後全台走透透 因為全台他早就走透透了 正式的宣布 然後開始去動員 去宣揚他的這個理念跟政策的話 突破20%我覺得不是不可能 你這也有可能 當然有可能 宋楚瑜在我們台灣政黨的混量 絕對有可能 20%是不是一定要算 當然宋楚瑜可以到時候再決定 但是我現在比較懷疑就是說 他一再的這個 因為這個東西 已經討論了一個多月 這樣會不會濕老兵疲 越來越往下走 還是說他打算一宣布之後 還會再衝上去 這個我不曉得 那我說去心裡話 就是說 我比較想看看這些投入總統大選人 尤其是宋楚瑜 他如果真的選總統的話 我很好奇他到底會得幾票 會贏會輸那是一回事 我說到底有 這段時間我必須講 就是說有很多支持宋楚瑜的朋友 講了很多 那他沒辦法做 為什麼因為他沒有舞台 他現在連立委都沒有 他也沒有執政過 你要說我拿出什麼成績 他們只能講 以前在省府時代的時候 那些歷史 那些過往 如果說今天真的是 絕對國民黨跟民黨都 不是那麼的理想的話 不要忘了 還有70萬個人已經 這個連署 那隨便門檻一跨就過 我問一下 所以你是鼓勵 宋楚瑜先生選的 可是你的評斷裡面 他票不會高 是不是 其實你這樣講 我很難回答 我希望看他能夠得多少票 因為說很簡單 到底是幾票 因為到時候可能會有什麼氣保 各種的效應出來 藍綠各自基本盤歸對等等 那我是鼓勵他出來選 就是說因為講很多 他在友台的時候 也很多報復 對目前的馬政府有很多不滿 他也認為說 他是經國先生的這個 這個地址傳人等等 那就選 那看看選民知不支持 我覺得還是得透過選戰的考驗 每天在那邊放話是不應該的 來來來來來 請教姚老師 所以現在已經到了15.4 這是歷史新高的 有沒有可能衝過兩成 那時候衝過兩成 你今天他下去選的可能性大不大 這幾次的民調 不決定的 大概都是二成五到三成 所以他們兩個加在一起 才七成五嘛 差不多 就是說不決定 大概還有兩成五嘛 那現在他們的對 如果我們把宋跟馬的票 比例加在一起就45 對上蔡英文的30 大概比例大概是如此 那如果是這個比例跟其他的民調 我是把所有的民調 綜合起來算 大概把它擴大到百分比的話 就是六比四 就是六四比 如果宋先生在民調上能夠過百分之二十 那他幾乎跟馬英九打平手了 你說他如果上去 他如果在民調上 因為現在綠營的民調 已經到了基本盤 不會動了 他大概就是維持在 那個我們講的 剛剛講六四比那個四 也就是民調裡面大概就三成 二成八到三成二 就永遠在三成上下浮動 那我等一下再來講 那這15%是怎麼來的 因為綠營已經兩三次都沒有動了 那換句話說 那如果我講的六四比 馬跟宋加在一起跟綠營的比例是六四比的話 就可見宋的票不只是只有藍營的票 因為綠營跟藍營不是六四比 從來就不是六四比 甚至於現在是五五比 就可見宋的現在民調裡面 就有10%8%以上的非藍營的票 根本不會給馬英九的票 只是比例高二 因為如果他們倆加在一起有六跟四 對綠營的話 那宋顯然 那我從另外一個角度 就算不是綠營的票 宋不是抓綠營的票 就算好了 那你會發覺六四比就是上次大選總統 馬英九跟謝長廷的票 那換句話說 宋先 那我們講過 上一次馬先把所有的中間票都吸光了 那現在等於是 中間票全部回頭了 因為他沒有給馬 那如果宋不選這批中間票 是不是全部回歸給馬 也是一個問題 因為這個中間票所謂中間力 它就會移動 所以從這個角度上來看 所以我認為 這個馬如果真的到二十幾%的話 不是 宋如果真的到二十幾% 他跟馬如果 心裡話都講出來 看到沒有 馬跟宋如果比例這麼相近 將來寒淚氣寶 這個氣寶已經不是歡喜氣寶 是寒淚氣寶的可能性並不是沒有 所以這個可能性並不高 為什麼 就如同我剛剛講的 現在綠營已經不動了 如果現在綠營不動 那馬的陣營跟宋的陣營的互動 我想現在宋的民調應該已經到了高點 很難在有六到七的大的板塊的移動 因為這一部分其實已經靠近 因為馬現在的民調已經靠近藍的 原來的板塊的內容 它除非馬有什麼大的問題 否則這個板塊的移動已經很可能性很小 可是它的參選正當性就不存在了 來來來 黃偉 其實我不曉得對宋先生來講 這個民調指數10%會讓你心癢癢的 那是不是心動指數 然後那個20%會變成行動指數 因為很多人現在認為說 因為10%總是讓你心動而已 但是20%可能就要行動 就現在卡在中間 15% 因為現在看起來好像已經超過這個心動 然後接近行動 那麼因為現在宋先生一直對 要不要選總統是不鬆口的 然後又有很多人猜測 有人說他不會選 絕對不會選 有人說他還是有可能選 特別是那個民調數字 那好啦 其實現在他的民調數字上衝 假如說今天大部分人對宋先生要不要參選 是認為宋先生要看民調的話 我在這邊鐵口直斷 那個民調數字一定會上衝啊 你為什麼還會再往上啊 為什麼不會 連署嘛 連署大家都說很多 也許李老大不同意的話 很多連署 那很多民進黨支持者 他們希望宋先生出來選啊 哎我跟你連署啊沒關係啊 什麼三分正字號都給你 連署都願意 打一個電話民調 我支持宋楚瑜 為什麼不可以 為什麼不可以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今天 因為我現在不曉得 宋先生心裡他的盤算 或者他的規劃是什麼 但是如果外界會認為 或者是今天不管藍的綠的會認為說 可能呢宋先生會因為這個民調數字 就是到了兩成的時候 他有可能選 那麼對民進黨的支持者來講 未來所有的媒體來做民調 因為媒體做民調沒有那麼嚴謹性嘛 沒有什麼對比式啦 什麼什麼事 就是什麼要排藍排綠民調 不會嘛 有排藍有排綠嗎 沒有嘛 他最多是把你的這個可能有是 藍綠中間可能算進去 所以現在如果說 從民調數字裡面分析出 那你今天可能你是屬於民進黨的支持者 或者你的立場意識形態 是屬於民進黨的 然後支持宋楚瑜 而這樣去解釋說 其實啊 宋楚瑜出來選總統 是可以拉得到這個蔡英文的票 在民調數字上 絕對合理 絕對合理 因為我剛剛講嘛 民調真的是有可能這樣子啊 可是到最後的選票 到明年1月14號 那這個就沒有辦法驗證 我必須要講 就是以現在的媒體民調裡面 他很難做排藍 他也很難做排綠 而且這裡面呢 一定會顯示 我剛剛講我打包票嘛 裡面確實可以分析出 哇 宋先生 真的可以拿到綠營的票耶 民調數字裡面會啊 會顯示 但是這是最後的選舉結果嗎 對不起 我存疑